求下列比利式中的XS值 第一小题7比5等于3比XS 好我们前面介绍过后 比利式的外向层积会等于内向层积 所以外向就是7层XS 会等于内向5跟3相层 所以第一小题我们就可以得到7XS等于15 好来利用一向法则 把7移到等式的右边去 所以我们的XS就可以得到7分之15 所以第一小题的答案就是7分之15 再来第二小题XS比3分之2会等于6比1 一样外向层积会等于内向层积 所以第二小题我们就可以得到XS乘1 就会得到XS会等于内向层积3分之2乘6 好来这里先约分313326 所以我们就可以得到XS会等于4 所以第二小题的答案XS就会等于4 第三个小题 夸弧XS加1比夸弧2XS加3等于4比9 好要求出里面的XS是多少 好那跟前面一样 比利式的外向层积会等于内向层积 所以我们就可以得到夸弧AXS加1乘上9 会等于内向层积所以夸弧2XS加3乘上4 好那这两边都有夸弧 那我们就用分配率把夸弧给拆掉 等式的左边呢9分配进来 我们就可以得到9XS加9 好会等于等式的右边把4分配进去 好来分配进去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得到8XS加12 好再来我们用移向法则 把XS都整理到等式的左边去 把常数上都整理到等式的右边去 好那8XS开始移动 移动到左边来 加的变减的所以9XS减8X就会得到XS 好来等于常数上的整理到右边去 加9移过去就变减9 所以XS就会等于12减9 最后的答案就会等于3 所以第三个小题XS就会等于3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